原則是否說得通呢 如果要屯門一個區承擔九成多垃圾 但現在他們預算想的地方是比較遠離民居 比較接近深圳河那邊的地方 就是連深圳的居民都反對 深圳的居民都說 嗅到臭味 現有的情況已經是不理想的 越來越多氣味、空氣污染 影響了深圳 連深圳也受影響 屯門現在連元朗也受影響 原本只是130米的地方 夏伯黎就說要搬村 龍古灘就說你擴建也不要來我這一邊 你向山那邊 山那邊是什麼呢 是解放軍那些操炮區來的 這些土地其實都是很珍貴的資源 如果這樣擴建200多公頃 是說斬樹木、破壞土地也是很嚴重的 所以怎麽可能是用200多公頃去做呢